星期三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 從2016年至2019年 國內變性手術數量幾乎增長了兩倍 專家表示 這一增長很可能反映出奧巴馬政府 及部分州積極阻止基於性別身份的歧視後 對跨性別護理的保險範圍覆蓋擴大 在這五年內大約有48,000名患者接受此類手術 其中2019年為最高峰 手術數量達到13,000例 而2020年數量可能受疫情影響略有下降 多數患者年齡在19至30歲之間 年齡在18歲及以下的患者手術則較少 過去幾年內 很多州以採取措施限制或禁止未成年人的跨性別護理 導致越來越多人尋求其他州的被護護理 天安威斯記者編輯報導 ged 記者 評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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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評論